轻轨列车上一名乘客大喊司机员 匕首画脚示意上前协助 到底发生什么事 原来这位民众没有支付继承车资 导致列车行驶受到影响 18号晚间8点多 轻轨行经数得家商站 一名乘坐继承车的民众上车 想取回遗留物品 但是无法证明 当下他也没有支付继承车费 让继承车司机在轻轨旁等候 造成列车停止好几分钟 才恢复行驶 遇上继承车乘客高解公司 表示标准程序就是会由司机员 通报行控中心 并且通报接运警察到场协助 同样是大众运输被po网讨论的问题 有民众拍下人来人往 紧临夜市级百货的捷运巨蛋站 在内所有刷票砸门都像这样 唯独这个门缝特别大 网友疑惑难道不怕有人逃票搭捷运吗 实际来到现在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扎门处这里 它的宽距是非常大的 如果遇到民众贪图方便 其实非常容易 高解公司表示是因为宽百验票 闸门数量不足 才会将标准闸门拓宽 目前没有发生过逃票情形 提醒乘客得购买车票再搭车 如果逃票除了补缴车票 还得支付50倍罚金 华视新闻师傅杰林不睿高雄报道